原本杀到台湾家门口的热堤鸭 预估会变成台风被避加 但现在它仍旧是TD15 反而是菲律宾东方海面上的热堤鸭 节足先登 成为今年第13号台风被避加 目前路径一直往台湾靠近 预估在中秋节前后绕台 目前被避加台风 它是位在鹅兰比的东南东方 天下有两点是位在2370公里的海面上 那未来它会逐渐的往偏西北 然后在偏比较偏北的方向 往琉球海面这边 说太平洋高压比较强的话 它还是有可能会略为偏西 太平洋高压比较弱一点的话 它就可能会路径会比较偏北一点 周四开始水汽增多 东半部大台北地区预计会降雨 而随着被避加台风接近 周六雨势变大 各地云多都会有午后雷雨 中秋节当天全台天气都不稳定 上月恐怕得碰运气 尤其在北部东半部 位处迎风面 云亮多会有午后震雨 其他地区也会有短暂震雨 但被避加的路径 强度跟威力都还要继续观察 后面到底会有几个台风的发展 初步看起来在14号15号之后 应该至少会有一个台风 不到商是比较有确定的 而气象专家也提醒 下周可能会三台共五 也就是除了被避加 菲律宾东方海面 还有两个热带饶动酝酿中 依序发展成台 将会成为葡萄桑核苏力 根据各国模式预测 葡萄桑路径和被避加相似 都是经过北台湾海面 不会登陆 但气象专家也提醒 9月下旬前都是有雨的天气 民众可能要有心理准备 东方学院生活中心总和报导